是一个说明档,直接在这边就会有答案了 你不需要去找书,所以我刚刚讲说 英文要好就在这里,你英文好的话,看这个就懂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手的,这个是Java给我们 一手的讯息,如果你看不懂,你再去翻别的书 别的书也是看这个之后再告诉你答案,那你不如看这个就好了 只说看这个很辛苦而已就是了,但是要看 懂得看重点,因为你要懂得跟他相处久了,你就知道看哪里 其实主要不是mancer,就是他的一些property 不过这个将来我们再来讲,那你只要知道说 我今天有这个零件,那我要怎么使用它,一扣进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加进去 后面的东西是怎么加进去的 第一个,请你也是一样 我的习惯这样,把J-Option Pen这个东西 把它Copy之后,那因为它会有个回传词 所以利用J-Option Pen,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我今天要input,让使用的input 所以要show,你就记得记个show sh,show一个什么呢?show一个往下找 其实都会找到show input,dialog 所以用拆的应该也拆得出来,show input,dialog 然后呢,show input,dialog有两个 请你选比较不复杂的这个,参数就一个 参数传什么呢?传一个object,然后message这个,enter 它会出现什么呢?请你填message 就是什么?请输入半径 所以这里的话你就直接怎么样?给它一个 请输入半径,ok 给它一个冒号 最后的话呢,就直接enter 然后呢,这边给它一个封号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奇怪,是怎么还是错误呢? 特别注意哦,输入之后的结果,它是自串 所以怎么样呢?丢给前面,前面要什么呢? 要整数嘛,有没有,它这边宣告一定,而且是final的 一定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是整数的 可是你却丢给它什么?自串 它,它当然一定不接受啊 所以怎么办呢?先转换之后再丢给它 那怎么转换?这边它有一个说明啊 不过,我看,它要怎么样?把前面改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前面改 所以请你记一下,转换 把自串怎么样转换为整数呢? 这边还需要用到一个类别 叫integer 的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作用就是要把整数 把自串转成整数 这边的话呢,记一下 特别注意哦,它是一个i i是大型,integer integer integer就是整数嘛,对不对 点,里面有个value of value of呢,就是转型的意思 value of 然后呢,后面请你给它一个刮弧在这里 然后呢,后刮弧在分号的这里 这样的话呢,加上一个value of就是把 这个后面所产生丢过来的结果怎么样 帮我转成整数再丢给它 多一个value of 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就这样 执行 好,请输入半径 8 确定,那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8就会丢给rand rand就输出在这里 并且怎么样,相乘 45度之后的话,把面积输出 按确定 ok,8,然后面积尾这样子 大概就短短的每个几行程式啦 不过呢,如果你可以体会 而且可以熟悉的话 将来你对java就可以很快掌握了 另外就是说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 java就像一个软体的平台一样 软体的零电平台 你要懂的是什么呢 就是懂这上面的东西 你会发现你以后程式都很多import import进来的东西 这个零件加进来之后呢 你要去怎么用它 所以java基本上不是要去写这些零件的 而是要去用这些零件的 它比较高阶 它不是去写底层的东西 它是去用上层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写好的东西 你就拿来用 所以你要会懂得用 再来就是说这些变数的操作 比如说呢,磁串怎么转换为整数 诸如此类 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